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1回 凡套大小的彩色飞蛾 双翅轻轻的煽动着 散发着艳丽异常的一点灵光 而在少年背后啊 还站着一名身材修长的宫庄少妇 凤目戴眉 眉宇之间引带煞气 赫然是当年韩丽见过一面的黑凤族的妖女 只是原本傲然至极的此女呢 如今乖乖的站在少年的背后 一脸恭敬的一语不发 一声轻微的破空之声响起 随之一道纤细的灰丝从高空击射而下 一闪击射之后呢 就没入到了少年头顶的飞蛾中不见了 与此同时 清秀少年睁开了双目 双目清澈异常 他从头顶一招手 并伸出了一根白皙的手指 飞蛾立刻优雅的飞下 仿佛无物一般呢 落在了少年手指的前端 随后 飞蛾深陷灵光 突然的忽明忽暗 并且颜色变化不定起来 足足一炷香的功夫 飞蛾的灵光 这才停止了变化 重新恢复的平静 我说黄粮老儿为何出现在城中啊 原来竟和邻族之人牵扯了关系 连圣皇宫的人都出动了 那邻族叛逆身里的东西 看来非同小可了 幻燕鹅的分身 倒也不算是白浪费了 少年轻轻自语 脸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呢 才把这个飞蛾往头上一抛 就从山石上走了下来 听说你们黑凤族 这次找回来的小丫头 体内竟然是变异的 真凤族的血格 天赋惊人至极 短短时间就已经突破到了五级的水准 此事可是真的呀 少年竟冲身后的宫庄少傅问道 你前辈所言不假 戴儿那丫头的确有些天赋 宫庄少傅不敢怠慢 恭敬地回答 哼 说来也巧 我们穷属族也出了一名天赋不错的年轻人 年纪呢 也不算大 不如你我两族结一下一门亲事 你看如何呀 少年忽然一下子笑了起来 哎呦 这个 前辈后爱 晚辈自然应该答应的 但是 这戴儿嘛 是族长的嫡亲孙女 不是晚辈能够做主的 宫庄少傅闻言一惊 但面露微笑地回答 此事我自然知道 我只是让你跟公孙兄传一个口信而已 我说的年轻人身份也不同一般的 足以配得上那个小丫头的 是 晚辈一定将这个口信传到 宫庄少傅闻言 暗自松了一口气 马上答应了 好 只要公孙兄同意此事 此件事了 我就派人向贵族提亲 刚才我说的话 你也听到一些了 有一名灵族之人来投奔人族 而且呢 还携带了什么重宝 连圣皇宫的人都被惊动了 此事我不知道也就罢了 但既然知道 却绝不能让人族得手此事 你们凤族都有空间天赋的神通 立刻潜入路尔之墓当中 召集我们妖族之人将此消息放出去 一定要抢到人族之前 找到那名灵族 我则暗中跟着黄梁老儿等人 少年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清朗了起来 是 晚辈遵命 随即这宫庄少傅单手在身前一画 顿时一道白玲玲的光湖浮现 接着身形一晃就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少年的则站在原地又沉默了好半天 这才呢 黄光一起 带着那只飞蛾 竟身形徐徐的沉入地下 同样隐匿不见了 不久之后 洛尔之墓中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之人 几乎同时得到了一道船子高层的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要找到一名潜入洛日之墓的灵族之人 并且双方都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重赏 其中呢既包括可以让人修为突飞猛进的灵丹 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价灵石 而黄梁灵君的那一瓶天心丹赫然也在重赏当中啊 整个洛尔之墓骚动了起来 如此重赏之下 自然人人尽心接力的去寻找这位灵族之人 原本人妖两族碰到一起 有时候觉得实力相差不大 互相忌惮之下 还可能安然的各行其事 现在重赏之下 不由得变得惊以火爆起来 两族的争斗一时之间频繁至极 对这一切孤身一人的含力是一无所知啊 此刻的他正面临着进入洛尔之墓以来的第一次凶险之战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看着三十余帐外的小兽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略有些混乱的呼吸刹那之间平稳的下来 但是双目丝毫不敢离开 对面片刻 这头仿佛缩小了数倍 只有猫一般大小的金钱豹 速度之快 实在是骇人听闻 即便他施展出罗烟布出类 仍比此兽 逊色了一筹 前边大战一场的结果 就是身上的青色长衫被抓到了稀巴烂 露出了一身灰乎乎的战甲和淡金色的肌肤 此兽不光速度惊人 四只爪子更是锋利的难以置信 战甲上一条条深浅不一的抓痕不说 他修炼到如今的强横功法 被对方的爪子一旦抓住 竟也被划破出丝丝的血痕 好在这杭利在天师诛 等灵果灵药的催陪之下 身上每一丝肌肉都如同普通法宝一般坚韧 恢复能力也是惊人至极 片刻功夫 这些皮肉之伤就愈合如初了 就算如此 杭利也是大感郁闷的呀 先前碰到这只不知道是何种兽类的小豹的时候 此兽呢 正在附近的一棵树干上香甜的熟睡着 看着根本就无害 杭利当时也是鬼使神差的一时童心大旗 竟一下子蹿上了树干 伸手呢 想抚摸小兽几把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下子被惊醒的紫兽暴怒之下 竟然如此的厉害 跳跃闪动之间呢 仿佛十几只小豹同时围着他攻击不停 而在神时没有办法外放体外的情况之下 杭利即使有一对灵木 但在法力无法灌注的情况之下 也是大为的吃亏 一时之间被小兽逼得节节后退 伤痕刹那之间就布满了全身 无奈之下 杭利只能将螺烟布运转到的极致 同时呢 一身神力运转双臂 将手中长枪邻居捂成了一股黑光啊 枪影中呼啸之声大气 这才让此兽略感忌惮 攻势呢 略微一缓的 不过如此狂舞之下 杭利纵然是神力惊人 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啊 刚才不过手中长枪略微一缓 小豹一对爪子就下插入了枪锋之中 在其咽喉部轻轻一擦而过 杭利自然吓了一大跳 情急之下 手中长枪一下子挥舞的比先前快了三分 枪杆急转之下 也挨着对方的一只手臂而过 小兽同样大惊的一跳树杖之远啊 然后瞪着一对碧绿色的眼珠 警惕至极的望着杭利 就这样 杭利和此兽一下子就僵持住了 形成了现在的对峙 估计杭利这么一个力大无穷 刀枪不入的怪物 此兽心中也是郁闷至极啊 此刻杭利持枪 杭在身前 趁此机会 双目微微地仔细打量起小兽来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呢 杭利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除了体型实在是小了一点 这明明就是一只金钱豹嘛 哪有丝毫的异常 他翻遍了自己在洛日城 搜集的各种情报中 也根本没有提到 有哪种厉害的古兽 是这般的模样啊 这只小兽呢 明显的和他一样 完全是在靠体能来争斗的 身上并未有妖力的样子 可能是一只变异的兽呢 杭利思索的半赏 只能下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结论 对面小兽经过和杭利长时间的对峙 终于不耐烦了 胸光一闪之下 身子微微一趴 就再次的发动了攻击 杭利心中一灵 抓着长枪的五指一紧呢 也摆出了防守的架势 但是另一只手上白光一闪 一只灵兽袋出现在了手中 袋子里面呢 装着上万只试金虫 杭利有了决定 只要小兽一冲上来 就立刻利用灵界将袋口打开 虽然说他现在法力全无 根本没有办法施法指挥灵虫 但是凭借此虫无物不适的本能 自然会解决小兽的 唯一的麻烦 放出的灵虫在收拢到一起 在神识没有办法离体的情况之下 要颇费一番手脚的 但是眼下 杭利也顾不得许多了 小兽口中一声低吼啊 身形一晃之下 莫然是一划二二划四 转眼之间 三十来只一般无二的小兽 同时出现在对面的树干之下 呲牙咧嘴之下就要扑了过来 含了一惊 这才知道此兽根本没有出尽全力 当即将身后的灵兽带 一下子拿到的身前就要抛出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 忽然从远处传了一声怪异的鸣叫 仿佛乌鸦 但是却尖利的多 一听到此声 对面的数十只小兽的脸上同时一呆 虚影漠然羞尸不见 着眼之间只剩下了一只小兽 此兽深深的看了含了一眼 就一扭头向密林深处 鸡舍而去 片刻就踪影皆无了 含力心中一松 将灵兽带再次收了起来 虽然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含力可没兴趣追过去 自找没去 而需要马上找一处地方 参悟一下刚刚获得的感悟 刚才战斗中的那一下发挥 让其隐隐的抓到了什么 很可能是一个突破瓶颈的良机 含力反手从储物着中 找出了一件青色长袍 重新披在了身上 人就身形一晃的 朝相反的方向而去了 因为怕那灵光一现的感觉 就此消失掉 含力并没有走出太远 而是一口气跑出了百鱼里 随便的找了一处小山谷 在石壁上击出一个粗糙的小山洞 他马上进入其中盘膝打坐了起来 这一次的顿悟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 当含力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 面色露出了几分失望之色 这次顿悟虽然说有了一些收获 但还不足以让其突破瓶颈的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的沮丧 这一次没有成功 但说明在生死搏杀中 却有助于突破 只要再经历几次感悟之后 总有水到渠成的机会 含力平静下心境之后 就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东西 当即走出了石洞 在石洞口处 他身形一顿 思量了好一会儿 还是觉得那只小兽 是自己的最佳对手 若是再交手几次的话 说不定还能再来一次顿悟的 虽然知道其中有些风险 但是和自己恢复法力知识相比 却又不算什么了 含力神色阴晴不定的终于下了决心 在冒险去找此兽一趟 他当即离开了小谷 直奔当日小兽失踪的方向而去 但是让含力大失所望 他一口气将了方圆数百里的山脉 都搜寻了个遍 再也没有发现过这小兽的身影 无奈之下 含力只得暂时离开这片山脉 另寻其他合适的目标了 十余天后 一片巨型湖泊边上 十余名服侍各异的人族练体士 被一群头顶机关浑身赤红的怪蛇包围着 不得不背靠背 拼命催动手中的邻居 抵挡着这些怪蛇的攻击 这些怪蛇的攻击不外乎两种 一是口中喷涂血红色的毒物 二是那身形仿佛强弩一般的鸡舍而去 这些人类啊 均都口含必毒丹 一时半会儿倒是没事的 但是那些怪蛇的直接撞击 可就没有办法抵挡了 这些怪蛇呢 体积不大 但是鸡舍的力度极为的强劲 人族练体士纵然手中邻居威力不弱 但击在他们身上 也只能将他们击落而没有办法中伤的 如此一来 这些人族练体士经过几轮防守之后 就觉得这个双臂啊 是越来越沉 渐渐的没有办法挥动起来 除了这些怪蛇之外 在群蛇后面 另有一条体型远比同类大的巨型怪蛇 此蛇似乎是这群怪蛇的蛇王啊 眼见自己一方占了上风 不禁呱呱地怪叫了两声 充满了得意之色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附近的湖面下边 传来了仿佛雷鸣一般的嗡鸣之声 还没有等这些人类和怪蛇反应过来 湖水表面大片荧光一闪 无数道持续长的晶莹水箭 击射而出 一下子就将岸边的人蛇全部照在其中 人类练体式还没有来得及惊呼一声 根本避无可避 眨眼之间默默地和那些怪蛇一般全都被洞穿成了马蜂窝般的存在 纷纷地倒在雪坡中不起 只有最后边的那只巨蛇机灵异常啊 突然身形一坐 竟窜出了十余杖去 堪堪避过了水溅的洞穿 但是 还没有等此蛇身体落地 下方的地面突然崩裂 一只银色大手在灰尘中射出 一把抓住了巨蛇头颅下的七寸之处 巨蛇踏青啊 脖颈竟仿佛弹簧一般的一下子拔长持续 蛇一回头啊 大口一张 就狠狠地咬在了银手之上 喷地声脆响过后 银手毫发无损 巨蛇的目中却出现了痛苦之色 蛇口中随即流出了鲜血啊 银手竟然是坚硬无比 反将巨蛇满口的丽牙绷断了树根 此蛇腹痛之下刚想松口 但已经迟了 另一只银手诡异的出现在了附近 一把将巨蛇头颅抓住 随即呢两只手用力的一抓就将硕大的蛇硬生生的揪了下来 没有头颅的巨蛇的脖子一下子迸射出持续长的血柱啊 银手一松 巨蛇尸体重重的落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漫天的灰尘终于飘散一空 原地竟然出现了一名浑身荧光闪闪 看不清面目的男子的身影出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附近的湖面上 湖水一阵翻滚的 突然献出了一名持续来大的经营水人 竟无法判断出男女来 水妹 果然是你 银色人影一见水人 口中默然传出了打雷一般的话语之声 怎么 铁人 你到这里来 不就是想找本尊的吗 赤面应该也来了吧 叫他出来吧 水人身上水光一阵晃动 毫无感情的问道 呵呵呵 无需阁下招呼 本人也会现身的 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出现 随即一团赤红色光叶 在银色人影附近浮现而出 转眼之间呢 化为了半尺来高的火人 浑身上下 火焰翻滚 没记错的话 我和你们两个可没有什么交情 现在突然来找我 应该和那叛逆有关吧 啊 水人毫不客气的问道 不错 我二人已经发现了那叛逆的隐身之所 银色人影嗡嗡的说道 身体荧光一闪 体型骤然之间缩小 转眼之间呢 化为了和火人一般大小的 既然发现了 为何不出手将他擒下 难道 遇到了什么极少的问题 水人一听找到了要找之人 即使性情一向阴厉 也不禁身上的水纹一阵巨颤 我们去的时候的确晚了一步 那叛逆实在是奸诈异常 一发现不对 竟抢先一步的进入到了混沌谷中 潜入到了谷中的智光潭下 智光潭的可怕 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知道的 恐怕只有同样身具水性神通的水魅兄 才可潜入里面 将他抓出来的 智光潭 怎么让他跑到那里去了 那地方就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安然进出的呀 水人的声音一下子尖立了起来 似乎有些恼怒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啊 原本也有机会 蓝下的叛逆的 但是 这途中 却遇到了一些妖族之人出手阻挡 甚至还有一名黑凤族的妖羞出面 银色人影有些郁闷的回答 又妖族 他们怎么知道叛逆之事的 啊 水人问完之后啊 脸上满是胶着之情 看来啊 他对这个问题是很关心的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832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2回 水人急促的问完之后 火人口中也催促道 这件事情不太清楚 但应该是人族那边泄露出来的 好了好了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次闲聊了 我们和那些妖族的一战 很快就会传开的 谷底人族修士也会寻觅而来的 现在 混沌谷中只有天鹰和黄石两个人守着 若是多来几名化神级的人妖两族之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守住太久的 怕什么 连我水灵之体都没有把握进出那至光潭的 那些人妖又怎么可能轻易的进入坛下呢 水人这个时候反而恢复了平静 不对不对 此地毕竟是人妖两族的地盘 如果被他们控制了混沌谷 那我就彻底没有办法追回神血了 火人连连摇头 看来 你们还不知道吧 七灵族的人过几天就要赶到此地了 带队的是七灵族八大玄灵之一的 蓄天 水人用奇怪的腔调缓缓地说道 蓄天玄灵 银色人影和火人几乎同时的一声惊呼 不错 现在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只要等到七灵族的人一来 那叛逆根本是无路可逃的 我们只要耐心等候几天也就可以了 可是这样一来 那滴神血既不是要落到七灵族的手中了 银色人影有些不甘起来 就是在七灵族手中也总比落到人妖两族手中的好吧 否则万一被破解了神血的秘密 我们灵族可会遭受不小损失的 可惜啊 我们五行灵族现在能出动的只有我们这些灵将 那些玄灵级以上的存在正在和另一边的那些家伙对抗着 根本没有办法抽身而来的 水妹轻叹了一口气 一听水妹提到了那些家伙等字眼 火人和银色人影 同时身上灵光一阵忽暗忽明 似乎两个人心里边都荡起了一点涟漪 我没记错的话 你才从那边回来没多久的 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呀 火人忍不住的问道 很不好 虽然连几名圣灵级别的大人物都出手了 但夜叉族那边也出动了几位夜叉王 我们只能够勉强抵挡住他们的攻击而已 哎呀 这些夜叉族啊 天生就喜欢吸食天地之灵 我们不少神通都被对方克制住了 他们那才是我们灵族真正的大敌 至于人妖两族这边 击杀他们一些低阶存在 虽然没有关系的 但是最好不要惹出什么太大的事端来 否则一旦两面受敌 本族可就真的情形不妙了 我们灵族原本在灵界诸族中 那就属于最弱小的种类啊 水人沉默了一会儿 才有一些无奈的说道 虎人和银色人影听了这话 也一时无语了 显然心情的全部都沉重无比起来 同一时间 在某座光秃秃的山丘之上 那名工装少妇 在庶名画形夭修的簇拥之下 遥遥盯着不远处的一座 灰蒙蒙山谷的入口 脸色是阴沉异常啊 怎么还没有联系到还前辈吗 少妇头也不回 木然的问道 已经派了好几拨精通顿术的报信去了 一定能找到还前辈本人的 一位面孔绿绿的大汉 粗声粗气的回答 如此最好 你们好好地给我看住骨口 不要让邻族之人跑掉了 只要还前辈一赶来 一定可以击杀这两名邻族之人 到时候本宫也有重赏的 少妇森然许诺地说道 那几名妖羞文言大喜 欣然从命 黑凤族可是妖族的七大王族之一 出手自然不会小气的 这些妖羞到一时之间 士气高涨了不少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一片清脆的草原之上 十几名修士离地十来帐 飞快地飞顿着 黄梁邻君 落日成竹等几个人 赫然都在其内 其余的人呢 也都是原英妻 结单级别的修士 实力啊 不可谓不强大 我说蓝兄啊 你确定那些邻族 真的都在混动谷吗 进行大汉 正向并排而行的蓝城主问道 绝对没错 向我传递此消息的 并非一两个人 有许多人都看到了此幕 只是当时灵族和妖族的高阶 妖羞大打出手 争斗了一番 他们自知不敌 只能看着而已 混沌谷离我们不算太远 数日之内就可到达呀 蓝城主有些兴奋的说道 混沌谷 那地方可有些邪门啊 不少人进去以后 这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还有人说 曾经在谷中遇到过上谷巨人的踪影啊 进行大汉 却眉头一皱插口说道 这个传闻呢 我也听说过的 甚至还亲自入谷查看过 里面哪有什么巨人啊 分明是一鹅传鹅而已 至于失踪的修士和练体士 也大多是低冲皆存在 混沌谷中有些地方的确凶险 它们陨落掉也毫不稀奇啊 不过这混沌谷的智光谭是有一些神秘的 我呢一直没有冒险深入里面过呀 蓝城主面色凝重的说道 别说谷中是否有巨人 就算真有有黄梁前辈在此 那也是不足为据的啊 偷偷看了一眼黄梁邻君 不经意的奉唱了一句 这个不可媚说 听闻上谷巨人一族 个个都有拔神投入的莫大神通 我区区一个练须器的修士 哪敢有这般把握呦 不过混沌谷中的确不太可能有巨人存在的 上谷巨人个个临至低下 并且凶暴成性 又有很强的地狱性 真有巨人的话 早就将进入落日之墓的人妖给杀了个干干净净了 连古兽也绝对不敢停留在里边的 落日之墓哪儿还能一直如此平静啊 蓝城主几个人听了之后 自然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接下来这些人并未谈论什么直奔混沌谷方向而去 不久之后 他们就化为了一些黑点消失在了草原的尽头 但是过了约一入乡的时间之后 草地上白光一闪 一道人影徐徐的生出了地面来 正是那名妖族的清秀少年 他向远处的黄梁邻君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那只化验鹅老实地停在了他的尖头上 轻轻地扇动着双翅 少年眯放着双眼看了好一会儿 尖头微微一晃 身形再次地沉入地下了 这个时候的寒厉却在激战着 他大喝一声 手中长枪猛然刺出 对面雪光一现 一只带翅的飞狼就被扎了个透心凉 而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破空之声大起 数十道密密麻麻的锋刃 将其身形照在了旗下 在空中竟还有七八头一般无二的飞狼妖兽 寒厉这个时候对这些锋刃视若不见 反而长枪末端的金石灵光一现 直接将长枪化为一道乌芒投了出去 以寒厉现在的神力 再加上同时启动了邻居的法器功能 长枪仿佛闪电一般 一下子洞穿了一只飞狼的身躯 与此同时 下边的寒厉却遥遥冲着此枪一点 顿时长枪一个拐弯 又冲另一只飞狼击射而去 那只飞狼大惊口中飞刃连连喷出 但是击在长枪之上 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封壕 一声惨叫过后身躯也被一穿而过的坠落而下 这个时候空中落下的锋刃也密密麻麻的斩在了寒厉身上 但是含厉眼皮都没有长一下 就身上金光一闪 将这些锋刃全都硬接了下来 结果呢 除了身上刚换上没多久的衣服 再次变得千疮百孔之外 含厉连毫毛都没有损失一根啊 接下来自然是含厉驱动空中长枪 一口气将剩下的几只飞狼 全都剿灭了个干干净净 最后抬手一招 长枪就呼啸一声飞舍而回 又落到了他的手中 含厉低头看了眼长枪末端 发现那几颗青色灵石已经光芒暗淡了下去 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单手呢 漠然的在枪杆上一拍 扑扑几声 惊石全都一阵 自行脱落而下 掉在了地面之上 含厉看也没看这些所剩灵气不多的金石 而是伸手从储物灼中取出了另外几颗青色灵石 重新安装在了枪柄之上 这才将长枪收起 随后呢 他的目光长狼狮上扫了一眼 就默然走向附近的一棵大树下 在那里长着一株数寸高的奇异的灵芝 荧光灿灿 提表呢 被一层乳白色的灵物包裹着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不愧为啊 在人界只有传闻的泰银金枝啊 竟真的存在于是 听说 浮食了此物 可以提表呢 生出一层银金鳞片 专臂刀枪水火的 怪不得这些妖兽如此拼命 但要论防御力啊 这家伙比起金刚爵可差得远了 对他来说呢 有些鸡肋 不过 卖给那些中阶练体士 肯定大受欢迎 寒历手掌一翻转 漠然多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碧绿的玉铲 他一躬身 将银色的灵芝从地下起出 在眼皮子底下欣赏了好一会之后 又拿出一个玉盒 将灵芝收了起来 像这等在人界早就灭绝的传闻中的灵药 这寒历 则进入落日之墓之后 已经采集到了不少 但可惜啊 以含历现在的眼界 除了其中几种之外 其他的呢 都和这太乙灵芝一般呢 用处不大 想想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针对化神奇修士大有用处的东西 估计也轮不到 人妖两族的普通存在 进去寻找了 至于那几种落日之墓特产的东西 也是数量极其的稀少 生长在极其隐秘的地方 必须是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 而落日之墓平常的时候 很少有化神级别的存在出现 一般最高的 也就是妖族八级化形妖兽和人族的原音修士了 若是出了三境七妖地外 那无边无际的真正蛮荒世界中 才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天才地宝 种类之多 足以让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识遍其中万分之一的 甚至有可以让凡人生出天地灵根 低节修士 一夜之间就可进阶的逆天级别的灵药 但灵药纵然是人人眼红 修为没有进阶原因的话 最好还是乖乖地待在 人妖两族的领地中比较好 因为在盲荒世界当中 那些实力可比化神炼虚的存在 比比皆是啊 各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天灾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进阶原因 只是说你具有了在盲荒中 基本的生存能力 至于能不能真的找到满意的灵药 还是要看各自的机缘和本事呢 不过这一旦进阶原因之后 修炼度上呢就会变得奇漫无比 若不去外面世界 寻找上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多半也就在此境界停滞不前 最终呢不是钟老一生 就是很快的惨死 故而每年人妖两族 都有大量高阶存在 离开三境七地 进入盲荒世界 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寻到 自己所需的东西 但是其中能够重新返回的 却不足出去时候的三分之一 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啊 这让人妖两族的高层大为的无奈 但是为了保持族内顶级的存在数量 他们又不得不允许此事的发生 哈利也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 对那境外的盲荒古戒可是大为的好奇和感兴趣的 要不是他现在法力全无 说不定他就有意出去一趟的 现在哈利伸了身揽腰 当即就要离开附近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从一旁灌木中传出了一声清响 忽然一道黄影一闪 就出现在十余丈外的地方 现出了一只小巧的身影出来 哈利先吓了一跳 但是一看清楚黄影的真面目 却露出了惊喜交加的神情 竟然是那只曾经给他带来顿悟之际的小兽 此兽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出现在了此地 并且神色慌张皮毛脏乱 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哈利惊喜过后 心中也不仅是一阵狐疑 小兽看见哈利 似乎也认出了他同样的一愣 但是马上此兽身形一动 就立刻剑弩般的朝另一边击舍而去 根本不打算多理睬哈利 哈利好不容易见到此兽 哪儿肯如此轻易的放对方离去 不加思索的袍袖一抖 顿时一条银锁飞射而出 仿佛一条银蛇一般的直往小兽身上缠去 小兽见此心中大怒 但是无奈之下 身形在半空中还是只能轻轻一晃之后 骤然之间化为了一片虚影 让银蛇一下子扑了个空 如此一来 小兽的身形也不免略微一顿 而就在这略以耽搁的时间 忽然附近空中白芒一闪 一口白色小剑从虚空中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就诡异的化为了一道白红 一下子就出现在了小兽想要逃顿的前面 白光大放之下 小剑骤然之间化为了一名身穿白袍的数寸大小的小人 脸色苍白异常 看不出性别 但是冷冷的盯着那只小兽不语 说也奇怪啊 小兽一见此小人啊 顿时一个机灵 身躯一扭 马上四肢落地 同时呢 前身往地上一趴 背上的兽毛啊 全都一根根的倒竖了起来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灵足 行里一见小人呢 却失声叫了出来 随即想也不想的 默然身形一动 就化为了一道虚影 朝身后倒射出去 有关人族相邻的几个敌对种族当中 行里再来灵界这十年间也略微了解了一些 可以转化为人形的灵足 实在是灵足中的灵匠等皆存在 论实力 足可以和人族中的化神修士一争高下 行里若是法力尽在的情况之下 说不定还可以静观其变 现在的情况 自然毫不犹豫的 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了 行里这么一动啊 白色小人目光一转 立刻望向了过来 同时呢 一股神识一扫而过 发现了是一名人族炼体士之后 小人的鼻子里便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冷哼 五指一张 冲含里这边随意的连弹了几下 呼呼几声之后 五道白色细丝一闪即逝地射出 并一晃之下 就漠然消失不见了 简丝 寒厉立刻就认出了细丝是何物 心中大领啊 单手往身后一抓 黑色长枪就出现在了手中 他大喝一声之后啊 全身力气灌注枪中 猛然朝前一抖枪杆 怪笑之中 一团黑芒爆裂开来 彻底地挡在了寒厉身前 几乎同一时间 五道剑气诡异地出现在了寒厉身前 正好一头撞进了黑芒之中 看似刚猛无比的黑芒 一碰上剑丝发出了阵阵的爆裂之声 在白芒闪动之中 黑芒被轻易地撕裂而开 随即整杆长枪 仿佛泥捏的一般 寸寸碎裂开来 转眼之间呢 只剩下了半截模样 五道剑丝顺势 只往寒厉身上一闪而去 寒厉是暗叫一声不妙啊 单手一动 半截枪杆就化为了一道乌芒 击射而出 同时呢 这口中一声大喝呀 身上穿的那件灰色的战甲 灵光一闪 将化为了一团灰色的云雾 离体影响了剑丝 随后他又两手一握拳 浑身爆发出了刺目的金光 第七层金刚诀 瞬间就运转到了 极致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八百三十三回